哈喽 首先第一个大片的粉色的相应从包装大家也怎么看出来呢 这个是宠物小精灵的面膜 它的产地也是MADE IN JAPAN 在哪?在哪?在哪? MADE IN JAPAN 然后这边这个小的蓝色的EBUD 它是唇膏 唇膏小小的 这样子的一小管唇膏 那这个唇膏的话是MADE IN KOREA 然后在最后 最后的这个是一支护手伤 护手霜的话是MADE IN JAPA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护手 它的这个面膜唇膏 和护手霜会有 对吧 日本产和韩国产之分 但是这个无所谓啦 大家买这个并不是为了它 到底真的有多好用 大家买它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 对,它可爱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买回来的 那然后今天借此机会我也想 就跟大家上面一会分享一下 像这种为了颜值而买回来的东西 到底好不好用 那我实际上好像刚刚洗完澡 我还没有敷面膜 我们就打算先从这个面膜开始敷起 那我先拿一个电话线 把头发扎起来 哈开室 哈喵 我的颜值还放在我的脚下的 但她不愿意露镜 我俺肘上有一点干 嗯 我先稍微简单的喷一点水 这个还是一人水装在瓶子里的 我拿下来我的小镜子 这是一个迪士尼的 迪士尼的 这里有一个蝴蝶结的小镜子 然后我要把它吃个面膜打开 敷一下 那么面膜 这个粉色的 我觉得这个开它的包装感觉特别的心疼 就特别的觉得特别的可惜 因为这个包装一开就没有了 最后在开靠装之前 我先稍微说一下 它呢是 一个里面有一张 洗完澡之后就可以用 大概是铺10到20分钟左右 是这样子说明的 那我们就准备开分咯 准备开分咯 准备开分咯 yes 是那种肥皂泡泡的香味感觉 看到了一个黄色的东西在里面 抽出来 我现在能看到的颜色就是 黄色红色和黑色的三种颜色 我们把它给张开 张开 张开 哇哦 张开 哇哦哇哦 好水啊 我的天 哇 竟然连耳朵都有 竟然 竟然连耳朵都有 这个也有点太良心了吧 这个耳朵我要怎么敷啊 这个耳朵我要把它敷在哪里 它大概整体现在呢是这个样子的 我要把它给敷在脸上咯 好可爱啊 可爱的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让我个人来看看 放棍子的时候 我们拿一下 放棍子的时候 让我看 Kom aus Ägypten, das liegt direkt an dir Zuerst nack ich in einem Ei Dein Schnie, Schnapp, schnapp, leg mich frei Schnie, Schn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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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app Schnie, Schn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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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app 我先把面膜的嘴给摘了下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它的韧唇膏和副手霜 也就是衣服和胖丁 那我把眼镜戴上不戴眼镜 我感觉自己都是个半虾 我的世界终于光明了 你要让我自己看一下 我还没有... 不好意思,刚才的视频露丑了 好,那我们来继续录下接下来的内容 那首先接下来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Eve的韧唇膏 这个给我个人最期待的是这个 而且它还有讲它就是韧唇膏的膏体 还不是一个颜色 是双色的膏体 我现在出着面膜 我感觉我讲话 这个嘴巴都完全没有在张开 你看我现在这个嘴巴基本上没有在动 但是我确实是在讲话 对不对 大家能听得到我在讲什么 大家也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Hello 好,那我们来打开了成功 哇哦,确实很可爱 哇,它连里面的本体也是Eve这样子 这个样子的一个蓝色的膏的本体 然后上面画着我们的Eve这样 里面感觉像泡泡糖一样 我把它扭出来了 这个像它那个洗发店的那个招牌 就是这个 叮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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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那边转的那个玩意儿 嗯,它闻的味道 闻的好好啊 这个有点像那种泡泡糖的味道 我稍微涂一下 嗯 嗯,这个涂完之后我会像甜嘴唇 因为它好甜啊 反正我在吃糖似的 嗯 嗯 嗯 这个估计也就是买个包装吧 嗯 所以因为我毕竟平常一直在用DHC 他们家的那个黄色的那款润唇膏 所以说 对于它的这个润唇效果 我的整体感觉就是 好一般啊 但是呢 是这样的哈 就是 它涂上来之后呢 感觉有一点厚 然后有一点厚 然后 有一点油的感觉 没有就是我平常涂DHC唇膏那种 虽然说也很油 但是很滋润 没有滋润的感觉 就是一种厚厚的厚厚的感觉 但是 买它也不是为了好用 买它只是因为它好看啊 对吧 所以说算了 无所谓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 接下来的一个呢 是我们的胖丁家护手霜 护手霜 跟我一样 都是粉嫩粉嫩的 那这个胖丁护手霜 我们来稍微期待一下 打开 这个呢 是40克 日本产的护手霜 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哦 这个也好可爱啊 你看 黄色的包装 上面画了一只粉色的包装 然后我们把它给打开 这个开口呢 是那种 欧舒丹他们家也经常用的 这种 对吧 多边形的开口 但是 它这个其实开起来要舒服很多 我一直很想吐槽 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的膏体 就是瓶子太难打开了 不只护手霜 洗发 高沐浴露 身体乳 那些瓶子都太难开了 OK 我买几小块出来 大概是一颗蝉痘那么大吧 这个味道还蛮喜欢的 就那种淡淡的 不是非常明显的味道 但有可能是这个Pokemon的味道太重了 所以导致我没有闻出来 Pokemon的这个面膜是会有一点点 就是肥皂香味的 就是香皂的气味的 这个护手霜挤上来了 它本身呢 是这种很明显的白色的 乳白色的膏体 或者亮白色的膏体 然后我们把它给抹开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它这个叫什么 什么味啊 Princess Rose 公主玫瑰 玫瑰香 我平常涂护手霜的时候 会惯性的 把这个手指甲的这个边缝 也给涂上 这样子的话 能很好的预防手刺 然后能给你的这个指甲的 边边角角也给予一定的营养 因为平常我们涂护手霜的时候 可能不会顾虑到这么细的地方 顾虑到哈 不然的话就容易 起到刺了呀之类的 像刀刺的话 往往都是因为保湿 没有做到位而出现的 看我这个卸甲也没有卸到位 你看 卸得脏脏兮兮的 那这个是护手霜 我现在感觉 大概现在过了20秒左右吧 我感觉还行 护手霜可能是 还行 稍微简单的说一下 我对这他们家的三样产品的评价 首先是这个面膜 面膜的话我感觉 目前的状态是还行 就是一款 比较普通比较正常的面膜 我可能不会再买第二次了 因为这一张面膜是400多块钱 我平常同等效果面膜 我可能能买四张 所以说不会再买第二次 但是就冲它这个可爱的外表 偶尔买来玩一下 还是比较值得的 再来呢是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刚才的这个 Eve讲的润唇膏 Eve讲的润唇膏 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 就是它那个膏体涂上嘴巴之后不舒服 虽然说现在吸收了之后倒还好吧 但是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但如果你单纯是一个外观控 我喜欢它里面的这个洗剪吹的造型 你看多么溜啊 对吧 洗剪吹的造型 或者说喜欢它这个Eve讲的外包装的话 我觉得你冲这个颜值买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支持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呢就是 潘根的护手霜 这个护手霜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味道呢也是那种淡淡的玫瑰的香味 不是那种特别浓郁的玫瑰 是那种淡玫瑰 它自己说它是Princess Rose 就是什么公主玫瑰什么的 那这个护手霜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三款产品呢 它实际上并不是所有 它们家的面膜 护手霜和唇膏 其实全部都是有四个不同的卡通形象的 也就是说三款产品四个不同的形象 一共有12种产品或者包装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来买 我这次还是为了介绍 所以说Pikachu 矿钉和Eve 我各买了一个 另外一个我还没有买到的是谁 我现在很忘记的话 如果我能找到图片的话 把它附在这边 大家可以当作一个参考 参考一下 好了 最后一步 让我把面膜接下来 看一看接下来之后的感受 我觉得它的保湿做的还是可以的 那我现在皮肤状态还不错 摸起来的话是软软嫩嫩嫩的 但是怎么说呢 并没有感觉特别特别明显的 特别值得夸 但是却没有那种特别值得拿出来表扬的效果 所以说可能就是这样了 还是刚才的那些话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点赞或者是下方留言 上方弹幕告诉我 我是在导火的猫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这笔毛是什么回事 拜拜